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以仁 盛盖博谷许多华人聚集的城市 都为7月4号国庆日 准备了烟火或者游行活动 包括了阿罕布拉市 巴沙迪纳 钻石巴市 还有蒙特利公园市 核桃市以及罗斯密等 盛盖博谷许多华人聚集的城市 都在为7月4号国庆日 准备了烟火或者游行活动 华人城市阿罕布拉市 依照往年的惯例 在国庆日晚上9点 在Almonster Park开始烟火 庆祝美国国庆日 并且从下午3点 就开始有美食餐车开放 现场还有娱乐活动和游戏等等 7点开始现场演奏 9点开始约有26分钟的烟火秀 蒙特利公园市 7月4号当天下午3点 开始在巴尼斯 Park展开庆祝活动 4点左右会有现场的乐队进行助兴 烟火在晚上9点将准时燃放 罗斯密市的庆祝活动在罗斯密公园 从中午开始就有餐车乐队 下午4点登场 天黑以后就开始烟火表演 位于巴沙迪娜的玫瑰碗烟火 可以说是全国文明 民众只需要提前买票 通票15元一人入场 两岁以下的小孩免费 烟火晚上9点开始 下午开始玫瑰碗就有各种不同的活动 陆续展开 民众可以上网买票 核桃市的庆祝国庆日游行 将在下午5点半开始 现场有乐队表演 还有适合大人小孩的脸部绘画 食物餐车等等 建议民众携带椅子和毯子 来到公园或者是核桃高中 欣赏9点开始的烟火 东区的钻石吧 下午5点在钻石吧高中 开始Stone Soul的演唱会 晚上9点会开始烟火表演 另外海鲜打岗的庆祝活动 会在Steamson Avenue 从上午9点开始会有各种游行 以及乐队演奏等等 中天频道正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